Hello大家好,这里是娱乐热榜男生版 今天我们来继续来聊人家伦跟迪勒热吧 当小编看完这部与君出相时的预告片之后呢 在网上有人吐槽这部剧的一个特效和浮化道 这是人家伦的一个演技是值得认可的 尤其是在不同阶段的一个眼神无容置疑 从这个预告片中呢 小编可以看出初期的一个常译很单纯 眼神懵懂纪云和说什么他都相信了 绿云和为了让常译离开 撒谎骗了常译 常译满眼的心碎和绝望 北京之王的常译眼神犀利 有了王的气势 已经不是单纯好片的大尾巴鱼了 而一提到人家伦跟迪勒热吧的一个演技呢 绝对是没得说的 但是网上有人爆料说人家伦被迪勒热吧碾压 当迪勒热吧和人家伦合作新剧 有相关的影片暴露出来呢 有人吐槽人家伦的造型并不出头 风头都在迪勒热吧那边 人家伦还因为预告片中的一个人鱼造型 被对家买了很多通稿追着黑 本司对这部剧都快停止宣传了 人爆料说剧方在营销方面都偏重于热吧 买了一些话题通稿都放大了他的亮点 即使网上还有一些网友吐槽 他古装办的太难化了 也被其团队给清理了 人家伦团队并没有热吧的那么成熟 从这次新预告片中也能够感受到 等剧播出之后呢只会更加的严重 还有就是女方在跟团队在签约之前呢 就和片方要求说把这部剧的宣传主要的重点呢 放在他身上 人家伦后期想要出圈只能靠演技 否则就会被热吧给牢牢的碾压 当初划定这个角色的时候呢 人家伦就曾经吐槽过人鱼的造型 不过片方依旧认为那样撮合最合适 现在被黑还能给电视剧带来热度 估计片方开心着呢 那在小编看来呢 合作过的女演员还是没有能够碾压人家伦的 能够接住她的眼神的戏就不错了 小编认为呢谭孙林是演技最好的 和国超相互成就了锦衣之下 热吧的演技和她还是有一点差距 能盼望着预交剧像周生如故一样的精彩 两个人谁也不会拉谁的后腿 配角演技也在上线 小编看来呢一部剧的好坏呢 男女主角是相互成就的 配角也不能拉垮 我觉得说什么热吧碾压人家伦都是扯 男女主角都是相互接得住对方的戏才有火化 小编和国超两个演员都不错 特效的锅不能让演员悲 光演技部分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的演技 那么对于这两个人的演技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还有什么想期待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 那么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